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元氣騎士了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次玩的是這個乾坤大挪移 然後我們所有的面板都是消失不見的狀態喔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究竟有沒有機會取得我們的好成績好不好 那現在目前來說我們的挑戰任務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現在的話 每一次進入到下一個關卡 我們都會有一把新的武器 那這次技能上這個喔 還算頂好的 蠻舒服的好不好 但是 看不到所有面板好不好 然後我們也沒有任何的寵物 這就是最麻煩的地方 然後我們上次又選擇了那個 錢包越多的話 我們就可以那個 有那個什麼 有我們那個就是護盾的效果喔 然後我們這次的話呢 還有用到這個 還有用到是什麼 就是隨機到這個 可以供奉武器的這個關卡 生命藥水 加2 剛剛我已經損了兩滴血了是不是 COLEN喔 鬼盜炮 其實我在想欸 如果我們這邊都把 武器全部都供奉下去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已經沒辦法了 我想說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就是拿什麼其他武器嘛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全部供奉的話 那不就排起來 這什麼 連續鬼盜炮跟老舊卡兵 我們沒魔了是不是 沒魔了啦 白癡 怎麼會這樣 沒魔了 那個 那個鬼盜炮 是不是有點猛啦 太快就沒魔了吧 完了 現在最麻煩的是我們沒有魔啊 這鬼盜炮應該不太能一直用了 重鑄熔爐 小虎 這重鑄熔熔大家有跟我講說就是 是看武器的屬性的喔 不是看那個 不是看那個 不是看他什麼等級的 好不好 我們連槌子都沒辦法� menjadi 還是可以 這槌子也要耗膜嗎 看起來應該是不用啊 只是錘的速度比較慢而已 拜託 別再鬧了 我們現在很缺魔 反彈 哈哈 好猛喔 然後那個什麼 大家有跟我講說就是 我們在開大招的時候啊 副手武器好像是可以做什麼攻擊的 但是我不知道目前來說我們有什麼副手武器就是了 我還看不懂 當然我們就先用這個錘子錘爆吧 這錘子其實蠻強的耶 我們就是錘爛好不好 用錘子錘爛 然後我們要打boss了 這麼快 完蛋 我們要打boss了 然後這一次我記得我們好像已經沒有那個 廣告復活次數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 好 錘爛 錘爆 錘爆 錘爛 這範圍其實蠻廣的耶 好 大家應該沒問題 然後連續軌道砲 好 打boss了各位 你們覺得這次有沒有機會 我不知道 但是奉獻池這邊應該OK 這應該是哥布林王 對 來了 哥布林王 來啦 看一下這次有沒有辦法 取得好成績 我們先用軌道砲吧 喔 軌道砲好猛耶 欸 妖嬌 欸 不是 我也死了 哭啊 欸 不是 我說那個 連續軌道砲很猛 然後我也死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是喔 我還有一次跳出來的機會 但是 我這樣是不是我的軌道砲就沒了 好像是耶 喔唷 在幹嘛 87了 喔 沒了 我是整個都沒了 傻眼 好啦 沒關係 我們這次有這個被動技能 看一下 這被動技能是什麼 使你的副武器進入浮游狀態 角色限定 浮游狀態是什麼意思 好啦 不知道 我們這次 剛剛上次沒有用好 我們再用一次好了 再一個體用券好不好 不是 太白癡了 欸 又一個試玩券可以拿回來 我想說我到底在幹嘛 敵人擁有雙倍血量的 敵人角色的那個 渡渡指案參加 額外獲得三個天賦 武器自帶一個配件 好啊 GOGOGO 不是喔 到底在幹嘛 唉唷 我剛剛那個連續鬼爆爆 其實轟的還滿帥的耶 哇 夭壽 然後大家說這個 是會有那個閃電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可以P閃電的 這個我們之前有用過那個 P閃電的這個效果 他們是不是血量加倍啊 他們子彈速度變很快喔 要小心一點點 這次至少比較好的是那個 可以那個 可以看到自己的血量那些的 阿富武器有浮游狀態是什麼意思 他可以在旁邊幫忙 一起進攻打人的意思嗎 我們不知道 反正我們剛剛升級的那個 被動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應該是蠻厲害的這個劍士 唉又是這一關耶 又有那個了 各位我們又有那個了 唉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剛剛去切那個爆炸桶 我直接爆爛 小心點 我直接爆爛耶 欸鯊魚咬咬咬 鯊魚咬咬 鯊魚咬咬來了 他們現在血量很高 這點幾麻煩了 砍爛 我需要聽拍一把武器啊 大哥 可以一把武器吧 唉浮游是什麼意思 你看他旁邊在飛 我的副手武器 變成那個 浮游的東西了 阿他會幫我打嗎 這道士這樣感覺好像蠻厲害的耶 如果有這個 浮游效果 我們先升力值上升 但另外一個打了寶箱 有那個 有那個血 血罐的耶 好像也不錯 會幫我們打 唉對對對對 武器會幫我們打 副武器會變成 哇 這就是道士的絕技吧 這才是真正的道士 最OP的地方吧 這個技能 那如果我們是拿槍的話 他會幫我們開嗎 看一下如果是毒飛鏢的話會不會 如果是毒飛鏢的話他會幫我們開嗎 唉道士 OP耶 我覺得道士這樣蠻OP的 道士這樣蠻強的耶說真的 這才是道士完全體吧 應該是喔 不是 毒飛鏢 甚麼意思 毒飛鏢沒有在浮游了耶 有有有 他還在他還在 我剛剛沒有看到而已 他還在他還在 那我們用這個毒飛鏢然後 用那個 道夫去打人好了 阿水水水水 水水水我們這次很猛我們這次很猛 但是我都忘記把武器貢獻到那個了 我忘記把武器貢獻到那個了 有沒有看到 他過去刪他巴掌耶 我們副武器會過去刪巴掌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該供奉一下東西了 供奉作文紙條 好不好 哇 哇 這關等下要供奉一下 阿怎麼都是這個武器工匠 這邊是甚麼 魔法師法杖 這幹嘛的 這是正波級嗎 這好像是正波 正波法杖 有點像是那個沙蟲你知道嗎 只是他沒有像沙蟲那麼多牌 他是弱化版沙蟲這樣子 弱化版的沙蟲 然後供奉 供奉毒飛鏢 我沒辦法裝這個配件 感覺這個好像還不錯喔 但是我們現在感覺是不是 已經要一隻 一隻四還是一隻五了 有商店打五折 死亡石這個應該是這個吧 死亡石產生爆炸 然後不要炸死我這樣子 他給我治療 我太快發了 太87了 太快發了 87了87了 用你們自己的子彈打自己 欸怎麼他這個 傷害真的很低欸 這傷害真的有點偏低喔 踢到一個爛跳 哈哈哈 打不死敵人啦 如果待會用到一把更好了 我要趕快把他換掉 不然太呵呵了 全部反彈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比較麻煩是因為我們這張 要貢獻武器 不然他其實那個 副手武器那個 效果是真的頂厲害的欸 反彈反彈 副手武器那個效果是真的頂厲害的 我還蠻期待接下來的那個發展的 反彈反彈 完成完成 這邊 這是許願池 不拿不拿 哇現在有點麻煩欸 沒有任何全新武器可以拿 我們只能近身先砍了 金駿先轟爆 刷爛刷爛 我現在在用刀子打人 小心小心小心 要出事了 先回個護盾 坦爛 不然這法杖 確實真的不好用 不能這樣搞 等一下貢獻這個法杖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武器 長槍 OMG 啊 沒有很優啊 哇這邊 這邊有點麻煩欸 是瘋子豬們 哇他直接撞爛我了 哇他直接撞爛我了 我現在把他們的這個傷害都反彈 我來 直接近身打擊了 哈哈哈 變這樣晚了各位 近身攻擊 喔大隻的等一下那個豬先不要 旁邊那野豬先不要 野豬有點恐怖 哇他撞爛我了 哇沒辦法撞到撞爛我了 但是 目前來說還好一點點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 擊殺怪物有機率回血 他開撞了 哈哈 他開撞了 嚇死人 有有回血了回血了 好我死了 直接近身攻擊 近身攻擊打爛 炸藥包 去吧 炸藥包是幹嘛的 喔角色試玩卷 太好了 我跟你講試玩卷比什麼都重要 炸藥包直接開炸 這好像也很微妙欸各位 可以再貢獻一下 好啦貢獻 只有一把武器了我們可以到這邊再買 好不好 還是得買這把長槍啊各位 炸藥包 供奉 因為下一關就是BOSS關了各位 水水水 打破槍是有生命藥水 我們這把很穩欸 這把很穩 這把是真的不錯 各種補血的東西都有了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 近身攻擊武器 搓爛搓爛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他們還會爆炸 Nice nice 然後這是什麼 榴彈槍 那個長槍供奉吧 好 這樣就滿足了 好賺點錢 不知道這個榴彈槍能不能助我們打贏這個世界 好不好 待會又是哥布林王了 感覺OK喔 可是 不知道那個什麼 不知道那個 能量夠不夠 死吧你們 熔爐 水水水水 來了各位 又是他 剛炸完他之後我們就消失不見了 看一下這次有沒有機會 這次我覺得機會挺大的喔 熔爐是不是有點難用 榴彈槍是不是比較強一點點 媽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現在好像 又快要死人了各位 喔旁邊有補血的 請吃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等等等等 阿伯出屍啦 不是喔 怎麼會這樣 太扯了吧這隻 不是喔 不要一直跟著我喔 這個很噁心欸這隻 哥布林這隻是怎樣 太強了吧 喔 沒事沒事沒事 大菠蘿 龍爐 龍爐感覺不要 然後我們往右邊走 右邊好像比較困難的對不對 哇有點恐怖阿各位這個 減少技能CD冷卻 當然是要這個啦 各位 完蛋了 這隻蠻恐怖的耶各位 那我們現在旁邊有一把小榴彈槍 先打打看 我們要先突破這一關 要不然我們接下來那個 接下來我們那個什麼 天賦那些又要沒了 我們現在贏得了嗎 應該OK吧這個 生命藥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 現在都有機會可以拿那個了 工匠 榴彈發射器 好 GOGOGO 大菠蘿 有沒有更好的 等離子之音 劇毒寶石 我們把等離子之音變成我們的副手武器 我覺得目前來說這才是道士的完全體喔 你就跟我一起走吧 黑暗料理 GOGOGO 好緊張喔 說真的 OK吧 可是我們現在在劇毒裡面 等一下 失策失策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現在有點慘 這關卡有劇毒啊 但是我們順利到下一關了好不好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耶各位 你們覺得會怎麼樣呢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不過這次這個補游的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道士的完全體的 這個可以讓那個 副手武器在旁邊幫你打怪物 真的還蠻厲害的 這應該就是道士最厲害的地方了好不好 好啦 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